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不见火箭踪影 台湾民间第一枚自制火箭飞属一号 原本今天清晨六点到七点就要升空 但是因为天后不加的原因 最终只能终止试射 半夜持续不断的大雨加上风切过大 众所瞩目的火箭试射 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被迫终止 但对主导试射计划的科技公司来说 并非毫无所获 台湾民间第一枚自制火箭飞属一号 高10公尺 宽1.5公尺 采用的是混合式燃料 安全性高 成本只有传统火箭的十分之一 若是试射成功 不但是国内太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对全球火箭产业也将是很大的突破 只可惜这次天空不作美 无法顺利试射 只能期待下次再接再厉 哇 真正没菜 准备半天结果我因为天气的关系 才没有发生 我们继续期待 好 来 一开始我们来看头一张 它这个划句是说 这个圆圆的透出亮光 老师 圆圆的透出亮光 我们现在就表示说 它烘又降参又没降 所以我们用打扑车来说 打扑车 烘烘烘烘下来 先来说这个打扑车 老师 人家一般我们在说 打扑车都是说 会听到没降 所以打扑车 打扑车 要扑车 要不完全扑 很厉害的车 所以说很厉害的车 我们就可以说是打扑车 本来是在说雷鸣的意思 现在拿来用在这里 这里也可以用就对了 打扑车 烘烘烘 算了就是这里料理 车料理 老师车这里我们以前也有讲对了 看现在比较少人写 这车就是 或是车电的那种油Л 别说 譬如你不好一直拿车电 帮我帮哦 还是说继续拿水粿 就是这样还会 大家常常够把它乖回来 再来看后一个年前 他这个时 fünf号是这样说 說大家這個民眾摸黑在一公里外的安全距離 秉息以待 老師秉息以待 我們怎麼說 我們現在用一個煞心來形容 雖然說地點而已 我們說煞心蓋在單胎 所以秉息以待 我們後來就要說煞心蓋在單胎 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們標示說怎麼樣 很想要去做什麼 想要做什麼事情 很希望怎麼樣 那個意思 老師這里是黏煞 是煞 有片音 還有入聲 有片音 還有入聲 煞心蓋在單胎 有這種蓋在單胎 再來看下一句 下一句 他的法務是這樣說 磅沃大雨下不停 老師 因為我們台語有很多這種 寄聲鼠 仲聲鼠 在廟聲聲音 所以我們說 平平平平平 對啦 放大雨 平平平平 落不下 平平平平平 如果說雨可以平平平平 那也可以說人說 你不可以在那邊平平平平平 意思是說有很多很差的聲音 很差的 平平平平平 再來看 下一位這個李卡 好 來 這法務是這樣說 試射場也遲遲沒有動靜 老師 好 我們可以說 孤孤都沒聲沒歲 沒聲沒歲就對了 這是你沒聲沒聲的 這台語也有很多 有一點 對 我們客人比較常聽到什麼 沒他沒我 或是我們沒這樣 是 沒大沒小 這種的 沒鹹沒痴 這也可以 沒風沒油 沒帶沒痴 這種沒什麼沒什麼的 很多 這裡所說的這個沒聲沒歲就是 都沒說 就是沒聲音 沒喝好聲音 沒喝好聲音 沒什麼聲音 是 好 來 再來看 這句可以來討論的是什麼 來 法務是說 眾所矚目的火箭四射 老師 眾所矚目 好 我們這裡用一個書 以前第一大書店有收 叫做萬年萬月 萬年萬月 對 就是說一萬的 眼睛跟一萬的 行動 行動很多 很多在注意 在關注 這麼多眼睛在看 這麼多眼睛在聽 那種行動 這四尼不錯 萬年萬月 所以這裡是逆 是文言音 但是百歌用眼睛的 白白的音 一個文 一個白 一個文 一個白 老師你咀一個禮好了 我們也可以說 我對某某 那個音聲音要來 這個機場 萬年萬月都在等他 或是說我們這個節目 真的萬年萬月 這樣也可以 可以 我們是一個萬年萬月的節目 這樣也是ok啦 可以 好 來 再來看 後期中的禮卡 這是說到 這個天公不作媒 老師天公不作媒 為什麼是這樣說呢 對 我們這裡說天公不作媒 不作媒 這也現在可能要比較老人 比較多歲 先輩才會說這個事 是喔 但是看我們的節目 就是誰可以知道 所以不是不作媒 是不作媒 不作媒 你的清福可能是不作媒 不作媒 老師不 這樣就是 戴著這個書 對 戴著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一般會說 好像戴念他的民主 還是說有顧他的情分 這種意思 譬如說 我們台立大宿 如果美國有一個例 就是說 你會打到 沒戴著豬郎 這樣 你都沒戴豬郎 我們現在看漢字 我們看來想說奇怪 打到怎麼戴豬郎 要戴豬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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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意思說 就是 意思沒戴豬郎 情分民主 你敢打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的生活上 也可以拿來 譬如說我們可以說 我就是自己有戴著 對 所以就算你這麼燙 對 我就是有戴著 所以才算你這麼燙 這個書又給他回應 好 還有一張 我們來看 這就說 這個只能期待下次再接再立 對 我們說 只能期待下次再接再立 所以就是那個 只能期待下次再接再立 老師 我們可以說 只能期待下次再接再立 對 你如果說 只能期待怎麼辦 只能期待再接再接 各在拼 當然也可以 老師 但是我們這個 甘甘的怎麼 它其實有一種 挑個意 或是說 這個 偏偏的怎麼 這種意思 應該是說它有不一樣的用法 也有那種用法 但是也有甘甘安裝的用法 這樣我來估一個 我這種用法 譬如說 叫你不要去 你就甘甘的要去 對 一般我們很接聽 就是這種用法 很挑甘的 這種 老師 如果是說甘甘 就是另外一個意思 甘甘安裝 來講一個禮 就是這裡的禮 對 甘甘就等下一次 甘甘就等下一次 這裡可以看到它 就是這種 甘甘的意思就對了 是 所以說這個書 又跟大家介紹 好啦 稍等 說到後面 就要跟大家 簡單來說 我們台灣現在這個 太空的三頁 現在的總控到底是怎樣 小書爸爸看 某某說給你知道 我們今天就要來看看 我們台灣在這個 太空上面的 發電料如何 我們要來講台灣的這個 黑井 我們來看頭上的這個禮卡 其實我們台灣 會在這個 太空上面的發電 已經有三十年左右的歷史 我們現在有製作 尾七的實力 但是我們來看一個 我們常常聽到說 我們的尾七 譬如說有這個 佛摩莎卓列的尾七 我們常常聽到 由1999年開始在運作 現在已經做到第七號 福祉 現在還有福祉 現在還在提醒 還在運作當中 你說這樣不錯 但是大家知道 我們的這個尾七 雖然做得不錯 但是要把尾七 送上天的這個黑井 不好意思 就不是我們台灣自己做的 不是MIT的 我們來看後面的這個禮卡 所以說會讓我們台灣 會要做尾七 是不是不會要做黑井 我們就來看看 其實我們台灣有一個 國家太空中心 這已經三十年的歷史 一直都在發電這個東西 在1999百年的時候 如果已經有發電成功 一種碳空黑井 這個碳空黑井 算是黑井裡面非常基本的 一種形態 這種碳空黑井 它是在載一些 庫徑的儀器 到上面來做實驗 這個碳空黑井 我們已經發電了不錯 現在最新的 是十一號的這個碳空黑井 現在就是在發電 說要來發電這種太空流行 不是說載機器 太空流行在營的這種技術 叫分學式 會會黑井技術 現在都在發電當中 你說這樣發電了不錯 我們有把這個 黑井聲出去的經驗 其實為2007年 我們如果已經有這個技術 已經有一個價位 已經發電出來 但是那個時候 受到種種的因素來影響 譬如說 有政體跟國際情勢改良 要怎麼說 譬如說 那個時候 富田甘震動輪體 不然就是這個 醫生去用 會讓它們減去頂頂 不然就是其他的國家 說他們也要來參與頂頂 所以說受到乾料 一直到這時候 都沒有這個信仰在 說你說 這些外資的因素造成 所以在2012年 現在的民間 還有學界 也開始參與到這個 研發和設計 包括我們看到 高通台下 新工台下 都有來參與 我們剛才新聞裡面看到 也有看到這個民間的公司 也一直都在做這個發電 我們來看 一張的李卡 他說 如果是為什麼 我們台灣要來發電 這個太空的三顏 它有什麼重要性 其實這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太空三顏 你如果做得好 你整個國家的 工具三顏的技術 和生產的價格 都會整個提高 不用說 因為你要去想看看 譬如說 用一個位置來說 你如果要做好事 這個有很多三顏連 可以來發電 譬如說 尾氣本身 或是說你要怎麼控制 這個尾氣 再來就是你要發射出去 這都要顧好腳轉 所以說這非常重要 對整個國家的 工具三顏非常重要 我們就來看南韓韓國 韓國 韓國 我們看它的這個太空的儀算 是南國的十倍這麼多 我們看韓國的 他們的太空儀算是 4.6億的美金 我們台灣的 我們只有0.5億的美金 我們來看韓國是11名 我們是136名 你說這樣看得出來 但是我們台灣在經濟的 百名是26名 但是在這個太空的發電 他算上我們 我們競然才百三十六名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是非常不夠 我們再來看 一張的這個力量 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 你說我們台灣這個 太空的這個人材感有夠多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們台灣的太空的人材 是非常多 甚至其他的國家都想要來唱 包括新加坡都想要來尖叫 你說哇 既然有這麼好的這個發電的條件 為什麼到這順 好像發電了不太好 因為有種種的原因 我們來看 這就要政府先插頭 要把這個方向要定好 當然這個包括說 這個醫生的部分 我們就要增加 這個規模要比較大 也要比較穩定 再來就是我們看到 其他的國家 包括韓國它也有 就是這個太空法 這個太空法 我們當然到這頓也沒有 但是大家都在服用 你如果真的要發電 這個太空的三頁 這個部分一定要有 我們就看現在 2009年的時候 我們的行政院 也已經有規定第三頁的這個界階 要繼續來發電這個 圍青也好 或是說火災也好 包括這個國風波 中、康、營都有燈在做當中 這個我們可以期待 當然剛才說的這個太空發電 也要繼續來打招 跟大家說的就是說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圍青 這個叫烈鳳架 在那末年 如果要讓它掌聽 所以說這方面 都是今天 簡單來介紹給大家 大家可以共同 再來關心我們台灣的這個 太空三頁的發電 真的沒說大家不知道 包括我沒有準備這段 我也不知道說 我們台灣這個太空的三頁 竟然是現在這種狀況 我們來看剛才所說的理事 裡面有哪些 我們可以拿出來討論 來 頭一個 這個叫做 尾青還是尾青 尾青 我的音是尾青 老師這個 這是特音要給大家 提醒大家要注意 是不是 因為發育的 烏烏烏 烏烏怎樣 為什麼 那個我們比較熟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直接連想說 就烏烏烏 其實這日沒有烏的音 它只有烏的烏的音 有的人偷尾青 我剛才跟我們偷尾對 好像偷尾青 我是偷尾青 但是衛生座我就知道是 衛生座 大家只知道衛生座 其實就同一日 我會偷尾到去 不過這個詞 我們比較沒那麼接觸 不過也不是只有這個詞 像你說 僵衛 薄衛 騎衛兵 那也是都要 有的有的才對 這差不多 我們就要打五遍 連線打五遍 大家就可以了 好 這是頭一例 再來這個 黑痴 黑痴 黑 這是薑口叉 痴 最好就是這個痴 一般你如果說 當然你如果說 運動的漢堡是下痴 那可能大家知道 不過你如果說 像有一個菜式叫痴底 就好像有的人也會 頭上減到去 減到漢堡差很多 大家要知道 你如果說下痴 讓痴嚇到 可能就一瓶 你如果減嚇到 你就運死了 所以說減到漢堡不一樣 不一樣 這是日附痴大家要記得 再來看旁邊這個 這個主要是問白痴 有不同的頭髮 白痴就是中天 黑痴白中天 灰籠白中天 上天 這就是 上天 風帝 對那種 上天這是文言音 所以我們在白中天 去近上天風帝 這樣不一樣音就對了 再來看後面這個 這是動作 我們可以說發痴 其實你要說放痴 或是放或是痴 其實也是都意思一樣 是就是說 那個放出去 要把痴出去有沒有 我們用黑痴來做 我們會說是 放痴黑痴 也可以說 放痴黑痴 放痴黑痴 還是說 放黑痴 放黑痴 痴黑痴 痴黑痴 我們會當然覺得說 痴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對 放是不是這樣而已 但是其實這個意思是一樣 就是說你 當然警察是說 你用什麼火器 讓它有power 可以去走去航空 那是 當然那個原理 又有做什麼不夠 不過其實藝術上 藝術上都可以拿來印就對了 發痴棒痴棒 或是痴 痴黑痴也是可以 再來看 一張的這個禮卡 這叫做 規導 因為它兩個文言音 所以也有人說規導 規導規導都可以 規導規導都可以 這是頭音的問題 再來看一個書 這也是文白音 我們鐵邊這個是膠增 如果扯邊這個 這個傳是文言音 膠增不為音 膠增也可以說 這個傳也可以說 看你是要白 要文的 都可以這樣 再來看阿倫這個書 這是說我國要怎麼說 五國 五穀就是在吃的五穀 我們可以用五穀來講 五穀,比較清楚是我們穀 不是只有我穀,不是我穀 不是五穀,是五穀 五穀,這樣啦 再來看這個 縫眠 這件事你有縫眠嗎 或是都是縫眠 縫眠、縫眠 再來看這個 縮頂 這也是文言音 縮頂,這個合音的問題 縮這個 譬如說,縮領發電 縮頂發電 再來,後面這個 這個也是文白音 有一個音,文音是縮 白音是縮 所以說,在這裡 如果說,像一個全幽名書 我們用文言來讀,這樣我們可以讀 我剛才好像不是讀這個音 你覺得讀這個熱的樣子 熱,這就是過去會有影響 但是應該,不如熱烈的烈 對歡迎的烈 應該是烈風駕 烈風駕 拍拉 拍拉,烈風駕 這樣來看 好 這就是剛才可以跟大家討論的一些理想 繼續來看今天的戲齒囉 因為咱們大哥是朋友啊 朋友 小太太啊 小太太啊 小太太 小太太 小太太你比較正常的啦 小太太啊 我們做事大的 不要聽到想說要跟女兒子吞吞吞吞 尤其是外交現在的老古代 她如果是有好理喔 她當作聰明了 如果是沒好理喔 是她優好了 好來老師 今天也是找兩句跟大家來討論 第一句有說 她說我們現在在跟你結婚 你要替我們出口嗎 嗯 來 後期後開 對這到底是什麼開 開很多 來老師 我們現在在跟你結婚 結婚一般就是很生氣 生氣的意思 我在跟你結婚 當然法規有一個事叫堵氣 那也是那種可以說是結婚 結婚就是堵氣的意思 也有 堵氣也有太氣 都有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說 會結一個氣 對 尊重開 那就是另外一種意思 那意思是 沒有一種派頭 沒有一種什麼樣的姿勢 那叫做結婚 但是我們在這裡是 她那個氣叫是結婚 所以是不一樣 你結婚 你結婚就是 你跟她想結婚 文言音的結婚 這樣就是想結婚的意思 你不可以結婚 對 白話音結婚 這樣就是表示結一個什麼形 派頭 對 這樣 下這個是叫做結婚 這也是那個白話音 結婚一般都是說 在發授什麼情緒 這種意思 就是結婚結婚的意思 那就是說你剛才打他 你發授什麼你的忘記 你的情緒 這樣那個意思 再來看一張 好 老師這句好 別想要跟女兒子 純長手 先說到這裡老師 純長手是 純長得很長 純長得很長 是要創什麼 其實都是意思在投錢 都是說投錢的意思 老師現在人 這個純長手 現在有的人 當那個就沒去 純手 不要跟人純長手 以前是都說純長手 所以有差 你現在感覺 因為純長手 當然就比較一般 就是那個竹石 對 我們現在是說投錢 那種意思 是純長手 要做一個褲子就對了 所以說投錢 一定要有當理出來 有純長手 對 再來後面這個 尤其是 白狗這種奧古代 奧古代 這紅色就表示 我們今天就要說這個 對 老師 奧古代 現在大家也比較不會說 都說暖 對 他這個人很暖 是是肉暖 還是怎樣 他真的要說 他這個人很奧 對 這個奧說人也可以 說東西也可以 但是如果說東西 一般是在說 沒有價值的 沒有價值 很薄很古 很怎樣 沒有價值那種的 如果說人 當然就是意思說 肉很惡質 這個人很奧 奧人 對 我們這裡叫做奧古 對 奧古就是奧 就是奧 就是奧 我們奧古代 另外一個代 我們也可以 把它拿起來用 因為我們現在 多聞事情 大家會說 大家會不會說 比較乾燥的代 是 我們也是什麼代很多 這就是一個 歡喜代 這是一個奧古代 奧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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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我們都拿回來用 好 這就是今天 跟大家介紹的一些內容 時間也差不多 在這裡感謝我們的奧古老師 謝謝 我們奧古再去見面